我和凱莉京都融入到魏碑啊各式各樣的去了 所以跟你們所熟知的堂凱也許會比較大的不同 我是78歲的時候是學柳宮泉 學完之後我的老師 當時跑遠的老師就要求我 他說你應該要學一點魏碑 當初就要求我要學張猛龍 所以我大概18、19就開始寫張猛龍 所以字裡面有一點張猛龍的味道跑出來 那後來呢去杭州又認識了趙之謙的寫法 所以現在這些魏碑裡面也有加一點點趙之謙的味道 那後來這個杜老師 跟杜老師之後他要求我們寫司馬顯之 你有寫嗎? 有 去杜老師那裡的時候 去杜老師那裡的時候 你們老師有沒有讓你們寫司馬顯之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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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把這個口改在這裡了 這也是練了很多字有看過 然後印象非常的深刻 像我這次也就是特別深刻 對,我再強制自己把它背下來 我搞錯了嗎? 然後背怎樣? 傾斜 誰比較近? 這裡比較近 你這個字上面一點就會不會這麼緊 那簡單嘛,就加個點就得了 對,還是四耶 對啦,格子 我只是忘了一點是不是? 不是啦,它這個也不要點 是,整個你折的格子剛剛有不清楚 然後它就變了 這邊,老師看到這邊 對 這上面清楚了 沒錯啦,就是 那師鐵要做豪宅啦 真是垃圾那邊不一定 這樣吼 對,老師 下面比較狂 下面比較狂 我隨便拿啦 隨便拿,然後就會沒有去 還是要擬,擬如果擬就好 對 但現在要補回來了,沒事 對